栗子 嘿 老哥 你知道誰是孤兒嗎 是誰 為什麼 因為富二代常常不是會說 那你知道誰最健忘嗎 是誰 黑道大哥 為什麼 因為黑道大哥常常會講 你打得很像嗎 對啊 這個有點大理 有點大理 那我再問你一個 對 你知道誰最會問是誰嗎 是誰 你啊 我 一定問三遍 那個健忘老妹 健忘是健忘 跟我加個老妹 說這種梗的人才是老人不好 就無聊 老梗比較保險 難笑 到底觀眾朋友 是逆臨老妹比較老 還是老混嫩妹的心更老 不是 老人就是講老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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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什麼 今晚開戰吧 YA 我們先歡迎老魂嫩妹 這個代表 老魂嫩妹 還是有嫩妹 還是有嫩的字就可以 對 那我要歡迎這個 逆臨老妹 我也要過來了 YA 我也是老妹 對 這個是 頭髮長出來的詠麟哥 嗨 大家好 謝謝大家給更生了一個機會 我們這個年齡很尷尬 因為我40歲 你說如果是三開頭 像這些年輕妹妹 就還是可以說 我怎麼會有初老 但我現在都不好意思講這兩個字 因為就是老了 初老 對 對 其實是初老的狀況 一直在我身上 其實沒有停過 為什麼 我年輕的時候 初到人家就以為我很老了 很年長 就是老再起來放 老再放 老再放 有這種感覺 對啊 就以為我初到很早 初到很久 對 其實我是初到早 但是我 大家要開心 因為你現在看起來 就是滿時髦的 現在昨天 有一個藝人朋友的太太 她打電話給我的太太 問說 請問一下 對啊 她想要買 妳爸這個是真的 妳的髮技線多 讓很多人羨慕 真的 對啊 妳都不用當更生人 你看看 多好 我有一些是上電台節目也是 結束以後 那個電台主持人 打電話給我宣傳 妳可不可以幫我問一下 羅斯芳 她那個假髮在哪裡做 說我是假髮 但其實我這個角度 還真像髮片 真的 但你真的要開心 可是現在要問一題 比較傷心的 因為一般人都認為 人只要過了三十 就是老了 是不是過了三十就老了 對 果然 老妹就是老妹了 不願意低頭 羅哥你覺得我是老妹嗎 算了 回答太快了啦 好好回答 今天是要得最多回答 超快的 算了 你要跟誰比啊 要玩這樣子 你如果跟他比 那當然 你就是年輕妹啊 好 那我們來聽聽網友 怎麼說好了 好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由情報戰特派員希傑 為眾多網友發聲 說出你們的心底話喔 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個台灣機構啊 他做過一個上班族 初老症狀的調查 當中呢 54%的受訪者覺得說 在30歲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 腰痠無力體力不支的狀況 其中更有19%的人說 自己覺得在20歲的時候 就已經出現初老症 而且還有職場初老症喔 更可怕的是 年輕網友竟然說 過25歲就是老阿姨了 網友 你知道你得罪多少人了嗎 現在 得罪多少老阿姨 還是老阿姨 我之前在內地拍戲的時候 有真的很小的女生 然後知道我幾歲之後 跟我說一句話說 姐姐 你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你是幾歲 因為你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人 好多 然後我自己想一想 她是2000年出生的 我跟她真的是不同世紀的人 但為什麼要一直說自己這樣 是因為有老靈魂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是因為小的時候 就覺得 長者 對 葉婷姐的槍咧 不是 因為我從小 我媽 我覺得我們的概念就是覺得 那個媽媽阿姨輩 大概30歲就是媽媽阿姨輩了 小的時候 然後可是 就因為這樣子 我就會提前 覺得想要讓自己不要那麼快 步入媽媽阿姨的那個 年紀狀態 對 年紀沒辦法就寫在那 那狀態就不希望是那樣 對 像我滿養生的 是我不喝冰的 真的 對 我大概從19 20歲開始 我就不喝冰的 我也不愛喝冰的 跟我一樣 難怪是 對 然後不喝冰飲 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是到了夏天 常常大家一到那個40度 拍得很熱 然後就穿什麼古裝太熱 一定都是叫冰飲給大家喝 對 然後所以我在那個拍戲的助理 都要幫我準備一個電磁爐 妳 因為就是我 如果現場要喝的話 就要幫我加熱 那冰的去冰不行嗎 那要完全是常溫 然後像我如果買到 就是微涼的飲料 我就要把它夾在大腿中間 讓它降溫 真的喔 真的喔 那時候我經常知道 我都要放到不冰的我才能 我現在好冷喔 不方便 不方便 然後還有像那個冬天 夏天的時候去那什麼冰果室 就吃冰店 大家姐妹去 一定都是點什麼創冰 什麼的 那我就會問阿姨有沒有熱紅豆湯這樣 然後阿姨就說夏天哪有熱紅豆湯 頭到時候把你扒下去 對 這麼少年 你配這麼晚 然後還有我就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老靈魂的習慣 就是我很喜歡寫書法 你們寫書法 對 就是我很愛寫心經 我也是 真的假的 看得出來寫沒很久 但是還可以啦 還那麼年輕 好老靈魂 而且尤其現在隔離 沒事就做飯跟寫心經 很好啊 你知道今天現場艾亞 是年紀最小的 看不出來 喂 我覺得看起來好像是 她們三個比較年輕 對 然後第二個 年紀最小的就是亞棠 但我跟你講她那個老靈魂 也是不輸艾亞 真的嗎 我覺得還好應該大家都 應該要這樣做吧 對 哪裡有大家 你們就是租房子或是買房子 你旅途都不看時程嗎 所以房子不要 我覺得她那個老靈魂 不是說弄房子 沒有 她看時程什麼那些 是基本的 但是如果家裡面走進去 以為是六十歲八十歲老人在住 那就不尋常了 請看照片 也還好吧 因為哪是像少女的街 對 一入門的四十五度角 就是財位 財位就是要擺一些發財的 譬如說聚寶盆 真的 然後就是紫蘭公圈的那個 Apple你家不可能長這樣對不對 不可能 太可怕了 沒有 那個炎燈還是我特地請人家幫我找 我告訴你 連更生人的家都比你平分 太平分 我那個 為什麼 還有什麼動 那個我知道 那個是那個疫情的時候 家裡有鬼 對 都是疫情要保平安的服務 我知道 是雙宅吧 雙宅 雙宅 這個是那個 就是發財族 對 男友進去會不會 會不會有倒退兩步的跡象 妳家裡有鬼 那妳跟男友要幹嘛的時候 是不是要看時程 我目前還沒有研究到這一步 那些東西要遮起來嗎 對啊 會不會不進 房間不會放那個 就是招財的什麼 房間就是要放粉筋 就招桃花的 妳都不玩電動 妳就整天在那邊摸水晶 不 不玩 我很少打電動 沒想到妳那麼傳統 是我們這邊 光看年紀 看不出來內心少女般的繽紛 Apple 同心未明的代表 對 因為其實我是覺得 好像也是要跟個性有關 像我的沙發上就很多的娃娃 對 什麼皮卡丘 或者是什麼 Hello Kitty 對 啦啦秀 對 就像我爸媽 如果看到我的房間或什麼 都還會想說 怎麼這麼幼稚 然後我男朋友也會說 妳那些娃娃可不可以都丟掉 我也很喜歡娃娃 對 我也是娃娃 你看 喜歡娃娃 我覺得她喜歡粉水晶像畫 這個對比 買娃娃很浪費錢 我喜歡沖氣娃娃 那我出去或在家沒事 到任何一個店 我就會把手機打開來 看一下那個寶可夢 現在這邊有沒有什麼寶可以抓 妳還在抓這個 我還在抓 到現在還在抓 因為疫情期間 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完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所以我又開始玩 現在已經算退流行了 妳還在抓我 沒有 最近又開始 又復書了 妳在抓寶的同時 艾亞已經寫三次心經 我的手機 但是我不得不說 Apple有一種魅力 就是她明明年紀稍長 但是 因為我們 她四歲同月同日生 所以我都會故意說她稍長 她四歲 那妳幾歲 我33 妳要這樣讓人家算出來 好壞 好壞 可以套人家年紀 但是她跟年紀真的無關 因為她所有的行為 就是一個少女 然後妳會覺得非常合理 就是不管出在她身上 所有明明很可怕的蕾絲編 在她身上就會覺得 好像長漂亮的 她長得漂亮 所以都合理 對 然後偏偏小優就會跟她學 結果就不合理 小優 小優做什麼事都不合理 但她真的都很合理 就是還有她講話的溫柔 跟那種 就是真的是逆鱗 就看不出來年紀 我們有圖有真相 這就妳昨天照的不是嗎 這哪有差啊 現在還沒解封 然後額頭比較高一點 我剛剛妳現在去找 旁邊那隻動物都變了 她還在嗎 對 然後因為可能平常 也會穿得比較幼稚一點 所以其實也還滿 憲夫艾亞他們這樣子 什麼意思 就是 我也想要有靜下心 來寫寫心經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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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